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南国际电视新闻时事通 我们说本周四就是美国的感恩节了 这个节日可以和中国的春节相提并论 是美国的一个大节 它主要体现的是家庭团聚 一起享受一顿丰盛的节日晚餐 但是今年的这个节日非同寻常 回家竟然变成了一种风险 我们看到美国传染病学家 专家夫妻也敦促民众在制定假日的计划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一下大局 今天我们就感恩节这个话题 邀请到哈里斯县公共卫生署的连岸刘博士 还有美南新闻相优群记者和我们一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刘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美国疾控中心在这个节日前 呼吁大家 今年的感恩节不要外出旅行 也不要和家人以外的其他人来聚会 这对美国人来讲是个难度非常高的一个 那首先我们想请刘博是 给我们大体介绍一下 我们大家都知道 目前我们德州已经成为全美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州 但是我们也看到周边的这种情况也各不相同 从哈里斯县到其他的地区 也都受在这个确诊的数量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那首先请刘博士跟我们做一个 关于德州或哈里斯县公共卫生 做一个整体介绍 不是 这个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 每个地方 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 总的来说呢 就是 随着学校都开学了呀 生意都恢复了呀 然后各种活动增加起来了 另外这个秋冬季开始了 病例是 比以前是增加了 无论是从全美的角度 还是从州里 第一方 我们都看到 是同一个趋势 病例增加了 那全美呢 也是 现在是 很多的病例 已经超过了12万 那么德州呢 已经超过了100万 全美呢 是超过了12个million 那州市超过了 已经100万以上了 那么 比方说是上一周呢 上周六呢 那德州单日呢 增长就超过了13000了 这个确实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增长的趋势 从地方来讲呢 那么 哈里斯郡呢 包括 包括这个休斯顿城里呢 我们也看到同样的 就增加增长的趋势 无论是从病例的 发生啊 还是从这个检测的阳性率呢 都是有所增加的 我们这个 哈里斯郡呢 包括休斯顿呢 现在呢 也是病例已经 整体的已经超过了18万了 那么 那么夏天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时候 检测阳性率呢 还大概就是说 大概是平均 6%的左右吧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看到上升哈 已经是 是9%左右吧 这个每天不一样 就是说 最近大概是 这么个情况 嗯 所以说 总的来说呢 这个确实就是说 这个情况是比较 就是比较严重哈 那我们也看到哈 就是大家都非常关心 这个感恩节期间 我们怎么来安全的 度过这个节日哈 CTC也建议大家 在这个预防疫情 在这个这方面呢 如果你要是搭乘飞机的话呢 搭乘飞机前后呢 都要接受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 所以说呢 包括这个哈尔斯康体啊 包括我们整个德州的医疗体系呢 都在严阵以待 那想问一下刘医生 那民众应该如何 能够安全的 采取哪些措施 能够安全的度过 这个节日呢 这个 随着节日到来 这个 CTC呢 是就是建议大家呢 尽量就是说 不要旅行 或者减少旅行 那么如果是说 你必须出外旅行的话 这个大家都理解哈 这个节日期间呢 那个学生啊 可能要回家呀 有些将要团聚啊 这个一些旅行 不可避免 那么就是采取 那个预防的措施哈 像检测 还有就是说 你要了解 你如果去 去某个地方 旅行 那么你了解一下 你所在 所去的目的地的 那个 疫情的情况 还有包括 你自己所在地的 疫情的情况 那么 再就是说 你 就是说 在旅行的过程中呢 要注意 个人的防护和卫生啊 就是那个 大家都知道的 这些防护措施哈 要你戴口罩啊 保持社交距离啊 就尽量避免和 就是说 生病的人接触啊 这些都要考虑 另外旅行的长短呢 因为旅行嘛 就是总是要增加 这个风险的哈 那就是说 尽量就是说 尽量做短期的旅行 短途的旅行 另外和 那么和什么人 就一起出行啊 这个也要考虑哈 这个你尽量和你熟悉的人 自己家里的人啊 熟悉的朋友啊 这样旅行的情况 你也比较了解 那个你到了目的地呢 那你尽量 就是说 在一定的时间里边 一周两周 你尽量就是说 不要在外面 做很多的活动 尽量就能够 带在家里边 另外就是 即使带在家里边呢 就是说 因为你刚刚旅行过嘛 也要注意和家里人 能够保持距离啊 尽量避免这个 身体上的接触啊 就这些常见的措施 勤洗手啊 这样 戴口罩啊 这些措施 就是说啊 还是能够有所帮助 好的 那我们看到 CDC21号 在官方发布了 一个消息 就是说 在这个国际飞航 这个防疫手则上指出 这个民众在登机前的 一到三天 应该先接受检测 在抵达后 三到五天 再检测一次 那他这个要求 是不是对这个 国内的这种航班 也是对这个乘客 也是这样的 同样的要求呢 CDC它那个 国内的指南 和国际飞行的指南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个 在国内的呢 他没有说 一定要大家检测 这样的要求 但是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预防手段 还是 还是推荐的 比如说你到了目的地的时候 你要在家里边 在头一周 你要在家里边 尽量自己减少活动 还有其他那个 常见的防护措施 这个都是一样的 好的 那我们也 这个不断的看到 每天因为我们 在我们报纸上 在我们网站上 每天都update 关于这个 Harvest County的 确诊人数 这个包括 这个入院的人数 那目前我们看到 又出现了 这个第二波的 一个峰值 这个数量 还是不断的在增加 那想问一下 刘医师 导致这一次 不断增加 确诊人数 的主要原因 是哪些方面呢 可能有多种的因素吧 刚才像刚才 我们提到 一方面就是说 随着这个学校 都开学了 然后呢 另外呢 就是说 这个秋冬季节 也来了 有些地方呢 就是说 有些比较冷的地方呢 大家室内的活动 也增加了 不像夏天的时候 室外活动 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就是说 室内活动也多一点 这也增加 这个传播的可能 那就是说 大家也知道 很多的这个 有一些病人 有一定的程度的病人 大概说 大概是40个 40个百分比的病人吧 他没有症状 但是他也是传播的 这些都是 就是说 这个病例 逐渐增加的 这些因素吧 再就是说 我们这个 随着各种各样的 这个 像商务活动 商业活动 慢慢的开放 这些都和这个 都和这个传播有关系 好的 那我们看到 大家都寄希望于 这个最新的新冠疫苗 可能在下个月 就可能施打 但是呢 美国政府称呢 第一批疫苗 最快在12月11号 开始接种 但是呢 全部的这个民众呢 大部分民众呢 能够接受到 这种疫苗的话呢 恐怕到明年5月份了 那您认为 这个疫苗 这个 疫苗的这种 这个施打 会不会 这个真正的 不能带来一些希望 或者说是能够 减轻一些 这个贡献的这种状况 那么疫苗 开始实施以后呢 那肯定是 对控制这个疫情 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就是说 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也不会 那样快的 就是看到这个 就是非常快的 看到效果 因为这个 这一方面 这个流行 已经很广了 然后这个疫苗的 实施呢 它要有一个 有个时间的 一个过程 疫苗的那个 推出啊 它也要需要时间 那么 它要达到 一定的人口的免疫 这个才能有效果 完了一开始呢 这个疫苗呢 可能也不是说 每个人都能够打 就是说 那先从这个 高位的人群啊 就需要的人群 开始打啊 那这个是有一个 有一个过程的啊 等 这个就是说 效果的显现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那么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 就是说 大家是 这个疫苗推出啊 就是说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 就对抗这个新冠 这个 如果说 这个是一场战役的话 这个是对我们有好 这个是个 很好的消息 但是也不是 也不希望就是说 因为 然后大家看到 有疫苗要推出了 然后就放松这个 一些非药物性的 那个控制的手段 比方说这个 像保持社交距离啊 戴口罩啊 像这些手段 这些措施 都是行之有效的 就是我们希望 还是大家要 要采取这个 这个预防的措施啊 在这个同时呢 然后这个 疫苗会有帮助 是 刚才您也提到了 我们继续要注意 这个社交距离 同时要戴好口罩 但是事实上 我们看到啊 很多这个 不尽人意的地方 我们看到纽约啊 目前还在举行一些 这个示威抗议活动啊 有一些人甚至是 当场这个 焚烧口罩这种行为 所以说呢 看来还有很多民众啊 对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的 仍然还有一些 这个抵触的情绪 另外我们也看到 一个新闻 就是说这个纽约 前几天 它的公立学校啊 基本上都有 都有关门了啊 就是学生不再到校去上课了 那 当然纽约这种情况呢 它是也是比较严重的啊 确诊人数不断的在增加 那刘医生 您认为 就是说在Harris County 或者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现在我们也看到 大量的这个 出现了这个交通的堵塞啊 就是说堵车啊 塞车啊 都都很常见了 已经 这个民众 这个出来 工作 出行 这种也是比比结识 那会不会出现 这个我们这边的学校啊 再次出现 这个 这个 停课 或者说是在家 这种情况呢 这个 这个就是说 反正我们 看到就是说 如果是说 能够那些 防护的措施 如果是能够 大家实行比较好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疫情呢 它就会减轻 那么这些手段呢 如果放松了呢 就是说大家放松 警惕了呢 那它就是 有可能就是 重新回来 这个确实 从其他的地方 我们也看到这些例子 那么如果 疫情 如果严重的话 那就是 那所有的 这个相关的措施 包括学校啊 是 上网课呀 还是说 大家到校园里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社会活动啊 这个都是跟这个 疫情相关联的 那么 如果是 疫情控制的好些呢 那大家都可以 相对的能回到 就是说 正常一点的 这些活动上 如果那疫情严重了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说 这些 控制的措施呢 就有可能收紧 这个确实是 有这个 有这个可能 那就取决于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疫情的情况 往哪发展 好的 之前呢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们也采访过 这个 被确诊的 我们的这个华人医生 我们专门 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而且我们也 从这个采访的视频上 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身体上的 对身体的损害 这个冠状病毒 还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 从说话 这个少气无力啊 我们看到这个 对肺的这种损害 是直接的 那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宣传 说这个 就是说冠状病毒吧 造成的这种危害啊 并不是这个宣传的 那样的无言耸听 很多人就是像一感冒一样 轻感冒一样就过去了 那现在目前呢 我们这种 就是在我们 当然我们华人做的是 相对来讲 是非常好的啊 很少有出现这种 这种情况的 那据您的了解 在医院里边的 哈尔斯康蒂的这个情况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 一种情况呢 这个 就是说 您是说像住院情况啊 对对对 医院里边的这个 大家的情况 对 这个 因为我们不是做临床 我们做公共医生啊 做疾病监控 所以说那个临床情况 我们有一些了解啊 但是说没有像临床的医生啊 了解的那么多啊 就是说 和其他我们看到 病例发生的情况 是类似的哈 这个这种 这个 这种模式哈 那如果是说病例增多哈 那么我们就看到 这个住院率哈 可能就会 就会上升起来哈 那么像重症的呀 在ICU的病人呢 也可能就上升起来 那么病情 疫情控制的好一些呢 那这个 住院率就会下降一些哈 像我们前一阵看到的哈 那么 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是看到我们 就地方上是有一个 比较高的发病的期间哈 那那个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像住院啊 什么的就会增加 那么在那之后 那夏天之后呢 就我们就看到这个 这个住院率啊 就会就 它就下降一些哈 包括像ICU的使用率啊 它也下 它就会下降了 那么随着 这个病例啊 继续增加的话哈 那就是说也有可能哈 就是说我们再看到 就是这个情况又有 也会 也会增加哈 像住院啊 和重的并发症 可能会增加 这样的情况 好的 今年呢 对我们来讲呢 是个 非常艰苦的一年 不管是从 工作上 从生活上 都带来了很多的 不方便啊 这个疫情的影响 还是非常直接 因为这在 十个月的这种 漫长过程中 很多人的这个 从心理上 也造成了 给大家造成了 很多的问题 我们经常常说的 一个COVID的 就是一个 这个心理疲劳 我们也看到 这个现在 已经过了十个月之后 很多人对 防护 或者说是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已经呈现出一种 这种麻木的状态 很多人觉得 反正也就这样了 是吧 我们周围周边 好像也没有 什么太大的变化 于是呢 很多人放松了 这种警戒 那您认为 就是说 这个民众在 防护这个疫情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 那如何来调节 自己的情绪呢 这个确实是 这个疫情 已经持续了 这么长时间 大家就是 采取这些防护措施 大家都经历 每个人都经历 这个生活上 不方便 可能工作也受影响了 然后家庭 比方说 这个家里边 如果有孩子们上学 这个也都要 有时候在家里上网课 这些都是 很不方便的事情 那有的地方呢 可能还面临着 就是说 工作上的 一些变化 像有不少人 因为这个商业的减少 工作也 就是说 失业的这样情况都有 所以这个 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另外这个 随着这个疫情 这个时间 这个越拖越长 那这个自然而然的 就是人可能就会 生出一种 这个疲乏的 这种心理 那么这个疲乏的心理呢 它就有可能 导致下一步 就是说 它可能就是说 松懈的 它一些预防的措施 另外就是说 它就回到原来的 那个正常的活动上去 再就是说 它就有一种心理上 这个需要这种释放吧 那可能就 就接着出去 接着出去说 我们就是接着出去 聚餐啊 活动啊 这些都有可能发生 那样的 那么就是说 这种时候呢 也就比较危险 那么这些措施一放松 那么大家都回去聚餐 回去party啊 然后搞 很多这种大型的活动啊 这样的话就是 加注了这个 加重这个传播 这个既定传播 那么就是说 还是就是说 就建议大家从这个 从一些正面的方向 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 比方说这个 做一些其他的活动 能够就是说 怎么 我们度过这样的 这个艰难的时间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呢 就像我们那个 我们卫生署 这个我们署长 Dr. Wiersha 他也说过 他说这个 20这个20年呢 就是这个是上半场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到21年的时候 我们能赢下半场 那你要 想要赢这下半场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很关键 这些预防期间 一方面就是说 你情绪上 调节 现在保持 再就是身体上的一些调节 比方说这个 做一些那个 风险度很低的活动 然后户外的活动 可以属于散步呀 这样的话 调节 身心都是一个调节 有的人可能做瑜伽呀 或者做一些那个 民私的一些活动呀 像我们这个亚洲人 中国人可以打太极呀 就做气功呀 这些都是身体上 一方面的这些调节 就是说身心两方面吧 好的好的 刚才那个刘医生 跟我们提供的一些 非常好的建议 不管是从这个身体上 从精神上 都对我们是一个 非常好的益处 那接下来呢 请我们美男新闻记的 肖允群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德州医学协会 节日活动的一个风险表 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新闻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那最近最新的消息是 德州医学协会 他们公布了一张 节日活动的风险评级图表 因为十一二月 是美国假期 最丰富的一段时期 能做的活动 也是五花八门 所以这张图表 就向民众展示了 哪些节日的活动最安全 而哪一些又是最危险的 那我们知道感恩节即将到来 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现在感恩节常做的这些活动 风险是高还是低 那其中被归类在中低风险的 有像是线上购物啊 去监赞罐头食品 或是和家族的成员 吃感恩节大餐 以及乘汽车进行短途的旅游 那在中度风险的这个方面呢 则包括了参与户外的感恩节 火机赛跑等活动 还有上搭直航的飞机旅行 以及户外的一些宗教的庆祝活动 那在往上一节 那中高风险的活动 则包括了黑舞去卖场逛节 因为人体人可能造成更多的传播 那还有参加朋友 不熟的朋友的感恩节聚会 还有参加节日游行等等 这类的活动 那另外像是去酒吧 或是去夜店狂欢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提醒民众在选择节日活动上面呢 也可以参照这个图表去做安排 那详细完整的图表 可以在德州医学协会 他们的网站上看到 也可以在我们美南新闻的官网 scdaily.com上面找到报道 那希望这个图表呢 会对大家在做节日安排上面 有所帮助 那以上就是目前休斯顿 和德州最新的状况 好 谢谢孝敏君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哈尔斯县公共卫生署的刘医生呢 和我们一同来探讨如何度过一个 这个安全愉快的一个感恩节 并且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 这个注意事项 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参与 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订阅